100块人民币到底能买些啥?关于这个问题,我想就算是同在国内的小伙伴,也会因为地域不同,而有着不同的答案。 更别提升在不同国度了打一次出租车,吃一顿饱饭,还是买一袋零食,还是各国物价简直五花八门,有些国家100块逛一天都花不完,有些国家100块一顿饭都吃紧简直丧心病狂。 有木有,来来来计划,近期来个暑期境外游的朋友赶紧来看,看1230一数据显示最热出境游国家,有没有你想去的,以及用100元人民币都能玩个10,没水平摸摸你的钱包,再决定去拿崩吧。 泰国100元人民币约等于499.15,泰铢,泰国这几年在国人的心中,简直就是游玩胜地啊,更何况它的物价也不高。 美食,泰国的快餐价格约是30到35泰铢约6到7块,而且还是统一定价,不论你在哪里几乎都能吃到这么便宜的快餐,国内能卖到6块一个甜甜圈,泰国10泰铢约2块一个,另外泰国盛产水果,水果多便宜我就不说了,反正山竹10泰铢约2块每公斤,你自己算算吧。 住宿,对于一般住宿来说,100块每晚也能打住,但是多花点钱环境会意想不到的好哦。 交通,据泰国游玩回来的小伙伴透露,泰国的出租车很少打表,包括三本字都是漫天要价,在此建议大家乘坐地铁,跟国内价格差不多,基本花费20泰铢约4块,马沙鸡,而且正宗的泰国马沙鸡半个小时一般是120到150泰铢约22块,比国内洗脚都便宜啊。 总结,怪不得泰国能这么受国人欢迎,风光以你不说,物价也是十分喜人。 越南100元人民币约等于345715.87越南盾,据小编刚从越南回来的鸡肉前线报道,出到越南,包里穿着巨大面额又厚厚一达的越南盾,突然就有种农民翻身把歌唱得错觉。 美食,即使在物价最高的胡志明市,25万越南盾约7块就能吃碗越南粉,一杯酸奶6000越南盾约2块,还算不错的海鲜大餐也是几十块人民币就能搞定。 越南水果资源丰富,大概的价格都在2万到6万越南盾,约6块到17块每公斤之间,而且丢出去的都是百千万的,摇身已变成土豪啊。 住宿,在越南,民宿7万越南盾约20多块碗,环境还不错的路边小旅馆大概需要花费34万越南盾约100块碗,经济宾馆大概30万到50万越南盾约80块到150块碗,在网上不错的酒店基本花费只需70万到100万越南盾约200到300块,再豪华的我就不说了。 交通,越南目前还没有地铁,出行你可以选择买的,毕竟也太便宜了,越南出租车级表大概是9000到15000越南盾,约2块到4块钱,别说了,我觉得我是个土豪。 总结,总的来说物价的确很低,别的不说,100块光是吃,吃得饱饱的都不一定能把钱花完。 韩国100元人民币约等于16815.45韩元,看多了韩剧中的梦幻,来看看生活在韩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吧。 美食,首先,按旅游地位矿泉水来说,一瓶大概在600到700韩元约3、4块,下场馆子吃完体面点的面基本都得5000韩元约29块起,而关于肉类,一般的烤肉人均16韩元约100块,鸡肉便宜,韩牛贵到没揣够钱就别去吃的地步。 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,韩国的蔬菜水果相较于国内贵到离谱,一个6到7斤的西瓜能卖1万5韩元,约90块绝对不是开玩笑,哎,突然找了一条致富之路是怎么回事,交通,公交1000韩元约6块,一铁带贵点,住宿,住的讲究点基本都是500块起哦。 总结,韩国的消费水平,教育国内已经很贵了,毕竟100块吃个西瓜都够呛,日本100元人民币约等于1666.24日元日韩日韩,说了韩国再来说说日本,这次我们先说住,都说日本寸土寸金,这话一点也不假。 住宿,普通地段的5到8平小酒店都得5000日元约300块起,地段越好越贵,美食,再说到吃,普通吃吃一份快餐600日元约35块左右,两个人震惊出去吃一趟体面的至少得8000日元约500块吧,因为沿海,海鲜便宜但蔬菜水果巨贵无比,和韩国一样,日本的牛肉也很贵,还都是国产比进口的贵,交通, 另外,在日本叫出租车,绝对是个奢侈项目,起步价660日元约40块,更别提两公里后,就按每274米增加80日元,简直贵到晕厥好吗? 总结,怪不得有人说在日本打车的人一看就是游客,只有游客才会糊里糊涂地打天价车啊,日本物价高,东京尤其高,所以准备去日本但预算有限的朋友,建议别把东京作为旅游目的地。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00元人民币约等于55.0995阿联酋迪拉姆,只要不追求七星级的待遇,迪拜还是可以玩得略平民的。 美食,首先,关于吃喝,一瓶矿泉水也就一迪拉姆约一块八,哎,很正常的价格嘛,普通的一碗炒面稍微搭个小吃30迪拉姆约50块左右,一整只烤鸡约17迪拉姆约30块,看起来也还行,交通,这里呢,迪拜大车贵, 但地铁的汇基本在2-6迪拉姆约3-10块,住宿,关于住宿,不追求奢华,普通四星酒店700块,每晚也能打住,跟国内也差不了多少哦,总结,这么一看,迪拜我还是玩得起的,不追求星级酒店的可以再降点要求,住宿费会再降一点,反正在普通要求下的实住行,我觉得一天的花费至少在700-1000块哦, 俄罗斯100元人民币,约等于930.66俄罗斯卢布一场世界杯,不少人蜂涌去俄罗斯,看球之余,顺便还旅游了一趟,那战斗民族的消费水平如何呢? 美食,首先遇到战斗民族,哪能落下啤酒,俄罗斯的啤酒大概都在46卢布,约5块平左右,一只烤鸡一般都是100卢布,约10块左右,标志性的热狗小吃一般在20-50卢布,约2-5块左右,吃个一顿还算不错的饭,相当于快餐200卢布,约20块可以了,物价着实不高,交通,在俄罗斯,打车不怎么容易,地铁线路也不是很方便,建议大家乘坐大巴, 价格跟国内的差不多,很便宜,住宿,但俄罗斯的住宿是公认的有点贵,一般的在5000卢布约500多块左右,低于这个价格就看人品了,总结,而且世界杯期间,俄罗斯的住宿价格普遍上涨,愁死个人,另外俄罗斯的公用厕所一般都是要缴费搭,如果在餐厅或图书馆看到啥免费厕所,赶紧先上了吧,写完这篇文章